。 嗨,你好我是馬仕特捷。歡迎來我的頻道。來講一下完了痛哭奇蹟的小感想。 當初看到這款的美術風格就直接預購了限定版。 我完全沒有玩過Fury初的遊戲,所以稍微看了一下他們之前的作品。肉拿可能會比較接近的痛哭之心來做參考。 大概都是在說打擊感欠佳的問題。我想說都3202年了,新作應該會去無存經吧。 但完了之後發現還是有一些對我來說體驗較差的地方。 目前玩到蕾文和千菊這兩位角色。操控蕾文時打擊感較活弱。千菊前輩是有好一點。 但還是不夠強烈。 謝謝帝國僕人。 有時候畫面會突然變得淋亂導致無法看清敵人的動作 且有些攻擊動作硬直時間較久 所以閃避和反擊的時機不太好抓 再來比較意外的是 在關卡BOSS戰前死掉的話 要回到一開始從頭打 戰前劇情對話也要再看一遍 雖然對話可以按鍵跳過 但這樣玩起來還是超累 挫敗感很重 戰鬥體驗不好 在其他地方算是表現不錯 像是BGM真的讚 人設有很多可愛討喜的地方 模組和立繪更是各種又薄又香 劇情雖然一開始會看得有點亂 但可以在微警察會中反覆觀看 這幾點我個人都覺得還算優秀 是支持我把它打通的重要因素 最後有點疑惑的是遊戲內容 我才玩了4個小時 就已經到33%了喔 若重視戰鬥、操作、遊戲性 這款幾乎是可以跳過或是單純雲劇情 若喜歡看劇情及各種人設的話可以等特價或二手 總之不推腦衝 我也只玩一點點所以還有很多不夠詳細的地方 以上小小感想給還在考慮的朋友 不確定是排雷還是推坑 最後謝謝你的觀看 若有幫助到你 請幫我點個讚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下次見巴巴啦